上期视频说了 最大摄氧量决定着我们有氧能力的天花板 那如何提高最大摄氧量呢? 本期视频带你搞清楚 最大摄氧量很大程度取决于遗传 后天也能提升 但是提升幅度不会很大 号称七分天注定 三分靠打拼 所以有些人天生有氧能力就比较强 这也是天赋的一种体现 但是 普通人经过科学的训练 也能把最大摄氧量提升到50到60左右 最大摄氧量其实就是 身体净氧能力 运氧能力 用氧能力这三者的效率 其实正常人的净氧能力 心肺吸入的氧气都足够用 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血液中 红细胞的运氧能力和肌肉端的用氧能力 就好比 你现在吸进来1000毫升的氧气 但是只有100毫升的氧气被肌肉端利用 你感觉你练剑鞋 练心肺 每天跑得忽吃忽吃的 把净氧能力提升到2000有意义吗? 你的最大摄氧量还是得不到提升 所以 我建议 新手跑者或者最大摄氧量低于55的跑者 不要轻信提升最大摄氧量只能靠间歇跑这种说法 你当前最大摄氧量的瓶颈是肌肉端用氧能力 只要坚持长期的有氧慢跑 就可以提升你的最大摄氧量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这个LSD的视频 等你最大摄氧量到达55 或者是最大摄氧量提升非常缓慢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身体肌肉的用氧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这个时候再去提升你心肺端的 净氧能力和孕氧能力才是最科学的 提升净氧能力和孕氧能力常见的方法有三种 间歇跑是后期提升最大摄氧量最好的一种手段 具体做法可以参照我这个视频 爬坡跑 找一个斜坡10-30度 200米左右冲坡跑 然后慢跑下坡循环多组 有条件的小伙伴也可以去高原训练 在高海拔地区氧气较为稀薄 能提高我们血液中红细胞的孕氧能力 经过长期的训练 你的最大摄氧量可能已经到了60-70或者更高 如果你发现你的最大摄氧量已经不再提升了 那就说明你已经到了最大摄氧量的极限了 不能再提高了 毕竟最大摄氧量取决于我们的心脏和肺泡大小 你明白了吗 赶紧收藏练起来吧